大家好,我是小贝,大家好,我是阿比,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姐姐好不安了,还是好吃?那废话不多说,我们就开始吧! 需要的材料有吗?盐,几根葱,看你自己的思考,如果有没有吃葱多一点更好,没有就是这个鸡蛋。 然后还有一点 辣椒油 就是我们最后的那个调料 然后还有两包饺子 我们今天吃了一包饭 那好 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今天就准备带 一个我们分两次做 所以我们第一个先拿两个饭器 加点盐 这样子大 要把它装一个消失的 超不大 这小贝小带的主持人员 还有时间 通通话 先把它这样划一刀 然后再划一刀背面 拿好几分把刀划写一下 气氛非常小 现在把偷放进蛋中 我们是分开的两个蛋 然后还可以留一点 所以你到时候放开过来就会 好 那我们现在就大弄好了 我们就开始弄饺子了 先热锅 好现在差不多热了就可以下游 放多一点 就让每个地方都可以均匀奶蛋了 因为它是要煎两个蛋 然后 然后把油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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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拌一下 能够用热的 弄一点蛋 然后它就马上成型之后 这样的时候 就好了 好 我们现在开始把15个脚换出去 好 我们现在还是把15个脚换出去 让它们追尼里面的场地 好 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就 开始 防锅盖 在我们的等菜汤 等到水分 差不多全分到8 之后 我们再放点水 好 我刚才试了一下 第二次是吃的时候呢 这次双后呢 这个也能快适上锅了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蛋下进去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蛋下进去 这个小块 就下 太好了 希望我这个 是个圆子 这样子呢 能够随着一个 漂亮的 圆子 好 好 看我们现在最后一步了 来调调料 先咬一勺这之后 应该是专门吃的 然后因为这个比较 有点重 所以我们准备 对着食物 就 甜点就行了 只要能把它 所以 没关 我们把它 做出锅了 好 这个调料就完成了 好了 当这个蛋液完全凝固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出锅了 这很很简单 来一招 OK 修好了 好 现在我们最后把这个调料 当然大家也可以自己包脚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哦 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加转发哦